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父 白莱莉是什么人 老狐狸 他们名利互不侵犯 背地里惹怒薛长春 然后再借别人的刀杀你 不管怎么样 薛长春 不会这么轻易把手 如果他找上门来 以我们的实力 根本斗不过他 师父 薛长春那些人都是些乌合之重 我们这些人可都是练过功夫的 一当十 怕什么 话是不错 可五湖帮在上海滩根基深厚 连白莱莉都不敢惹他 再说 我们镇东帮才刚刚成立 还没站住脚呢 小言说得对 你刚到上海 对上海的情况不了解 凡事还是想清楚 再做决定 师父 师父 赵总巡带着几个巡捕 一 在这里我就不和你绕弯子了 我只是要问你 砸五湖帮的场子 还有五厅的爆炸案 是不是你做的 不是 你说不是就不是 不是你做的 难道还是我自己做的吗 薛老板 这话可千万不能这么说 如果你认定是我做的 拿出证据 如果拿不出 是我不能奉陪 证据 我五湖帮的场子 在上海滩 是什么人想动就敢动的吗 就连那白莱莉 也要给我三分搏命 什么时候轮到你在这儿撒野 薛老板你不是也说了 在上海滩 连白老板都要给你面子 我马永贞 哪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你 马永贞 难道你的镇东帮 占了渣北还不够吗 还想要在苏界闹事吗 你要知道 苏界是我的地方 皮亚先生 我并没有像你所说的 占了渣北 只是 渣北的老百姓 常年被人欺负 还要被帮会敲诈 我只不过组织一般人 来保护他们 保护他们 轮得到你吗 我们薰补法师干什么吃的 赵总绣 实不相瞒 这个问题 我也一直想问你 慢用之 我不管你在诈备怎么样 但是保护法国租界 是我的责任 我现在开始欢迎你 在我的租界捣乱 还恶意制造恐怖事件 所以 为了保护我国侨民的安全 赵总绣 把他抓起来 把他抓起来 是 是 走 报告皮亚先生 外面聚集了大批的平民和无赖 吵着要冲进来 人 别忘了 和你 走 把你冲进来 不害怕 公导人 都在用退 公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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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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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 马永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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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让你回去 如果你胆敢再来我租界闹事 我绝不轻饶你 皮亚先生 就这么就把他放了 放了他 是 算你小子命大 千万别栽在我的手上 哥叔 爸师父 师父 爸兄弟 师父 师父 没事 请问皮亚先生 我没事 请问皮亚先生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有人举报 马永贞破坏租界致安 恶意制造爆炸事件 我只是把他叫来解释一下 我们走 好 走 走走走 看来还真是不能小看了马永贞这小子 不光是薛长春 现在连领事馆也拿他没办法 如果是这样 我们真的应该想办法 尽早除掉他 现在想除掉马永贞 不管是谁 倒要花一番力气的 我可不想费了半天功夫 到最后 还是回到和薛长春各战半壁江山的局面 那您的意思是 左山观虎斗 伺机行事 爹 我出去一趟 有趣找孙医生啊 我和他约好了一起喝咖啡 最近外面很乱 出门要小心哪 再乱又怎么样 谁敢欺负到我的头上 他们吃了雄心豹子胆 也不敢欺负我呀 爹 时间不早了 我先出去了 罗湛 付贝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我去哪里 你去哪里 就多了 走 小姐请 金生 马大哥也来了 坐 对不起啊 不是我想迟到 是我出门碰见了罗湛 非要拉着我跟我聊几句 喝什么 咖啡 咖啡 好的 白小姐 他找你说什么 他问我爹是不是跟你联手 对付薛长春 那你怎么说 本来就是没有的事 我能怎么说啊 罗湛是个好人 也是条汉子 却偏偏跟在了薛长春的身边 是啊 我也是这么说他 可是他说他不能离开五湖邦 因为薛长春是他的恩人 就连他的命都是薛长春的 这么重情重义的人真是难得 是啊 他不想与我为敌 但又不肯背弃薛长春 这次薛长春 说我砸了他的厂子 虽然他没有证据 但是我也拿不出任何证据 来证明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 搞得我真是有可能辩议 说起来 这件事真挺有意思的 既不是你 又不是我爹 那上海滩还能有谁 有这么大胆子 肯跟五湖邦作对 而且还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先生 请 请 慢用 这件事情既不是永珍做的 这件事情既不是永珍做的 也不是你爹做的 我看这背后一定另有黑手 黑手 那他这么做 目的是什么 现在还看不出他的目的 不然的话 你就知道他是谁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静观事态的发展 而这个幕后黑手 也会慢慢地显出原先 这幕后黑手 显然有他的计划 但是我不想 也不能够按照 他所安排的那样去做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准备 宴请上海的武术节 帮我做个黑手 河石楼 澄清我镇东邦 与五湖邦之间的误会 如果可能的话 我愿与薛长春 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能这样最好啊 毕竟冤家遗解不遗解 但是我想薛长春 他是不会就此善罢该休的 如果是我自己 我一定不会向任何人低头 但是为了眨北的老百姓 我愿意试试 我愿意试试 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 我想请白小姐 还有继生兄 一起过来参加这个宴会 好啊 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事 关键就看他了 你知道我败错这种热闹的 你是医生 上海武术节 有不少人算是跟你有交情 就算没有 也算是打过照面 如果你能在 我说起话来方便一些 就是就是 就一起去吧 好 我一定去 那就好了 来 请 请 李大哥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好好好 李请请 来 里面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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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还有李老板 里面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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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 多谢 好 里面请 幸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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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 多谢 这是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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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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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位兄弟 今天晚上 是铲除马永珍的好机会 绝不能让他活着走出亲战 魔战 今天晚上 你作后援 此战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是 老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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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静一静 静一静 我师父马永珍 跟大家有话要说 好 谢谢大家这么赏脸 想当初 我知身来到上海的时候 没有饭吃 没地方住 没工作 是扎北的老百姓 给了我饭吃 给了我地方住 我才有了今天 所以 我成立镇东武馆 不是想抢别人的地盘 也不是想抢别人的工作 只是 想让贫苦的老百姓 有个固定的工作 有口饭吃 希望以后 大家对镇东武馆多多支持 好 好啊 马师傅 替我们中华武术大振雄威 能请我们来 我们非常高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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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师傅 我们知道你的为人正直 我们支持你 我们支持你 我们支持 我们支持马师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今天 马永珍跟大家干一杯 干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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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咱 这 咱 just 索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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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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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追 快快快快 让开车 快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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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叔 快 快 你也是条汉子 要打就打 哪里那么多废话 你 永珍 你没事吧 罗湛 亏了我还觉得你是条汉子 没想到你也只是个 趁人之危的小人 我真是看错了你 白小姐 我不管你怎么看我 是君子也好 是小人也罢 我受了薛老板之托 今天必须要马永珍的命 休想 金生 打他走 你 你 你为什么不躲 你的刀我躲不掉 你们还站在这里干吗 你们都不用来了 以后上海滩再也没有五湖帮了 老大 你还说 一个马永珍 你们这么多人都对付不了他 挡着那么多人的面 丢尽了五湖帮的面子 你们让我以后还怎么出去见人 还让五湖帮如何在上海滩立足 老大 老大 恕我没用 我丢了老大和五湖帮的脸 我罗湛任凭处置 处置 我处置你有什么用 难道马永珍和白小爹的刀杀不了你 要我学 没有伤到要害 不过你要好好休息 白小姐 我这条命是你救的 你这条命不是我救的 是罗湛救的 他为了放你走 故意中了我一刀 什么 那他上海怎么样 你别急 你先别急 他应该没事的 师父 师父你没事吧 兄弟们怎么样 兄弟们 兄弟们 兄弟们都还好 你也没想到 就是什么 就是葛大叔他中了枪 不过你别担心 已经送医院来了 应该不会有事的 葛大叔是为了我才中枪的 我要去赶快 师父 你先好好休息 葛大叔那边还有我们在吗 苏医生 那拜托你了 就算我去看他 又有什么用 既然是这样 那就随你吧 巨迟啊 过两天我要去趟苏州 喜欢什么颜色的丝绸 我带一些回来给你 只要大帅喜欢的 巨迟都喜欢 好 这次马永珍和薛长春 是彻底翻脸了 看来事情的进展 比我想象的还要快啊 薛长春这次没有得手 我想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马永珍这次是死里逃生 你以为他会善罢甘休吗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就等着看他们的好戏了 戏 我看够了 那您的意思是 说到底 马永珍和薛长春 这是两个热场的小丑 而现在 真正的主角 该上场了 好戏 也才刚开始 我问你 我问你 如果你是马永珍 差点被五胡帮赶尽杀绝 你会报仇吗 当然是要报仇了 可你不是马永珍 虽然他这次是吃了大亏 还险些丢了性命 但是现在以镇东帮的实力 他绝对不敢和薛长春应拼的 尤其是他这为人重情重义 绝不会拿兄弟们的性命开玩笑 我再问你 如果你是薛长春 会不会想到 马永珍会找你报仇呢 应该会吧 不是应该 是肯定会 因为除了马永珍 没有人想 也没有人敢对付他 尤其是现在 那您刚才不是说 马永珍现在 绝对不会轻举妄动的吗 我可以帮他呀 我大可以 以马永珍的名义 去砸了薛长春的场子 要不然 马永珍要真是忍气吞声了 那这出戏还有什么看头 只是这一次 我一定要让他们分出胜负 无论是薛长春还是马永珍 必须有一个人在我面前消失 我每天一想起他们我就头痛 老板 看来您的心理早已经盘算好了 好 我明天要带小爹去杭州转转散散心 明天 明天不是要 打打杀杀的事 难道还要我亲自动手吗 我明白了 这件事情 要做得干净利落 最好是等我回来之后 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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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延 好 哦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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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他说,你放心 我会替你召开郝彪 你醒醒啊 爹 我要替你报仇 我要替你报仇 小宝 我要替我爹报仇 小宝 我要替我爹报仇 你要接着 你现在是一个大人了 你是一个男子汉 你不能给爹地丢脸 你知不知道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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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一鞠躬 二鞠躬 三鞠躬 家属打理 三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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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癌吧 谢谢 对了 明天我要出门一趟 要过几天才能回来 这些要你按时吃 你要去哪里啊 刚好有几天假 想跟白老板和小爹 去杭州转转 难得 你也真是该好好休息一下 好 保重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葛大叔刚过世 我现在什么心情都没有 我知道 葛大叔的事对你打击很大 但你不能这样 你必须要振作起来 朕东方还有那么多兄弟在看着你 如果你就这样一蹶不振 你让他们做吧 永珍 永珍 我明白你现在的心情 这样的事对你来说是第一次 那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 这 以后还会有人为朕东方牺牲 为你牺牲 他们可能是你最好的朋友 可能是你最好的兄弟 可能是你 抓了 我成立朕东方是为了什么 我是想要 帮助大家 让大家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本人欺负 而不是要让大家为我去卖命 更不是 去跟人家皮肯尼死我活 我当然知道 如果不是这样 我也不会一直支持你到现在 可是你想过没有 如果没有人流血 没有人牺牲 在这样一个弱弱强势的社会里 又怎么能换得来和平 你怎么能换得来和平 永辰 你必须要让自己足够地强大 比所有人都强大 这样 你才有可能去保护你身边的人 保护更多的人 这才是你应该做的 你说得没错 我应该让自己强大起来 让朕东方强大起来 对 就像你对小宝说的 要成为一个男子汉 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可是 下一步我该怎么做 我觉得 咱们光有一个武馆 是不够的 要让朕北的拼命 人人都有活感 让朕东方的兄弟 能够维持生计 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声音 自己的声音 比如信源 马头 赌场 叶祖会 我马永珍 对赌场叶祖会那些 绝对不会碰 我刚来上海的时候 是拉黄包车的 后来连车都没得拉 幸亏葛大叔 他们帮助我 我才不至于饿死在街头 我要成立一个车队 成立自己的车队 就叫葛山车队 一来 算是有了咱们自己的生意 二来 也是为了纪念葛大叔 你觉得怎么样 好 不管怎么样 你总算迈出了第一步 就算只有车队和马头 我们一样可以壮大 震东方的势力 没错 各身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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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 优优独播剧场